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騎斯傳統是男性主導 但兩個90後的女將賈傑美和杜遠恩和男騎斯賣身肉搏一點都不輸蝕 有能力改變世界 今年27歲的賈傑美 Daddy Adjoint和媽媽 Karen 都是速度滑冰的運動員 曾經代表澳洲參加冬季運動會 賈傑美得到父母遺傳運動細胞 13歲已經在朋友的馬房工作 得到近距離接觸馬匹的機會 賈傑美2011年開始做牌子 騎斯生涯做了第14日 就拿到第一win 賈傑美累積超過1100場頭馬 包括8場一級賽 其中一場就是火拍澳洲短途馬王綠化大 贏了2021年的閃電錦標 賈傑美成為第一位在墨爾本城市馬場 一季贏超過100win的女騎斯 這項成就一點都不簡單 賈傑美和香港的緣分 由今屆國際騎斯錦標賽開始 賈傑美代表澳洲出戰 抽配四隻馬銀河飛馬 蕭瑤區 美麗滿滿和紅運帝王 借得紅運帝王和蕭瑤區拿到一雅一跪 單其餘長次憑偉扣的誠心所願 贏了他在香港第一win 誠心所願贏 今屆四歲系列的頭關 香港經典一理賽 澳遊氣泡原本預訂8米高去跑 誰知他在杜拜被罰停賽 臨時穩住賈傑美頂上 他跑這場大賽前 先贏了王詐提升信心 澳遊氣泡不負所託 由頭帶到尾捧杯 姚本輝賽後忍不住要捉他一口以示鼓勵 賈傑美贏完澳遊氣泡後 覺得這場winner難以置信 很可憐 他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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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3月19日 賈傑美還會騎方家拍馬房的喜旺區 進軍打鼻 之後3月22日的谷草 他都說會留下下串波日 搞到馬迷這麼興奮 最新他還放風說 在合適的時間 就會留在香港長住 但賺香港賽馬環境和文化 是夢寐以求的世界級舞台 大家不妨期待一下 現年26歲的杜婉恩和賈傑美都一樣 都是今屆國際騎士錦標賽和香港結緣 杜婉恩2020年第一度參賽 憑希寇的人和家興贏馬 那年他和巴道拿到平頭貴軍 2021年杜婉恩騎怪獸騎兵 殺低潘頓的專一贏馬 和馬坤、密道朗和巴米糕一起獲得亞軍 2022年頭三隻陽明冠著 功夫查和節力更新都輸了 但尾關的有心有型跑第三就不用捧蛋 雖國際騎士賽失利 但他尾場騎搖本輝馬房的進馬快車 爆發超強的拉斯 殺低判頓的喜晉區贏馬 整班粉絲拍爛首獎 杜婉恩連續三季在香港贏馬 拿到很高的評價 杜婉恩的父母都是騎士 小時候已經立志這行發展 而杜婉恩怎知在香港威線 他在英國甚至法國都贏過一級賽 2021年火拍真章攻陷古活杯 2022年憑零雪飛贏法國象樹大賽 亦是這行杯賽有史以來第一次由女騎士贏馬 而杜婉恩在2020年獲選BBC體壇風雲人物的貴軍 成為那年唯一一個女騎士獲得這項薯榮 看完賈婉和杜婉恩兩個女將的威水史後 鏡頭轉到日本 2025歲的藤田賽七子 曾經是當地最出色的女騎士 贏出超過140場的JRA頭馬 2019年的高峰時期人都43Win 不過自2021年開始成績沉沉的 2022年頭馬剩下8Win 很多粉絲心都碎 而賽七子面對金川勝內的挑戰 這位00後的騎士19歲又博博取 金川勝內2022年騎校畢業 很快就瘋狂不露 第一年已經贏51Win 看來有機會超越獅者 成為日本女騎士的一姐 香港賽馬過百年的歷史 直到上世紀90年代才有本地女騎士出現 包括江碧衛、中立芳、余詠詩和簡衛魚 不過他們的拆騎生涯短暫 簡衛魚更加因為墮馬意外離世 而最近一位女將蔣家琦 在香港騎了大約三年 贏了58場頭馬和不少榮譽 最終都是因為傷患提早掛香 香港暫時沒有現役女騎士 不過兩位澳洲受訓的小妹妹 都有機會回來香港接班 23歲的黃寶妮和22歲的袁幸瑤 在南澳上陣都交到貨 黃寶妮最近憑著Festival of Light 磁人馬兼蓬佩 中綜民南澳首季出道的最佳建築騎士 前途無限 至於袁幸瑤就約A Thousand Degrees同一取勝 截至2月8日 黃寶妮累積了15場頭馬 而袁幸瑤也有8win在手 就看看他們可否通過考驗 早點回來香港和大家見面